只因长相酷似马云范小琴的照片被人放到网上 一夜之间被出名 很快他就有了一个新的名字 小马云 小马云爆虎网络 连马云也调侃 呀咋一看 这小子还以为是家里人传了我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呢 这鹦鹉的神态 我感觉自己在照镜子啊 范小琴因为家境贫困 他无法读书 他的相关事迹被网友在网上曝光后 迅速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随后马云本人也放话 要承担小马云的上学费用 直到大学毕业 而如今一年过去了 小马云怎么样了呢 据悉 目前呀小马云已经进军娱乐圈了 他被送进剧组拍电影了 据某女演员爆料 小马云范小琴已经在今年三月被送入剧组 据说范小琴演的还不错 面对镜头也没有像以前那么木讷了 反而是一脸的淡定和炫酷 该女演员还晒出小马云的近照 也是把大家惊呆了 走活后的范小琴整天大鱼大肉的吃着 脸也开始胖起来 比起以前反而有点不那么小马云了 很多网友不免开始担心 小小年纪就被各界商家各种消费 如今还进入了鱼龙混搭的娱乐圈 范小琴已经被毁了吗 有网友挖出小马云进的这个剧组拍摄的电影是 儿童体育励志电影《旋风女队》 目前尚未制作完成 如今小马云跟着好剧组学习 在不耽误正常学业的情况下 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演员 那自然是一条非常不错的道路 反之如果被某些无良商家消费完 就无情抛弃 小小年纪被教坏 因此走上歪路 那犯小琴可就是真的会